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轻人在结婚前谈集最多的有可能是以下这些条件 有没有房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有没有车 虽然物质很重要 但是我看到的很大一部分年轻人 他们谈的未必是刚才这些 他们希望要的是真情和理想 我们相信只要有爱 很多困难就可以跨人 曾经在爱情保卫站上 出现过很多这样的爱情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对也是这样 两个年轻人物质条件极为匮乏 但是他们两个深深的相爱 在节目现场 他们的爱情让所有人动作 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当我们一起回到两天前 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我是邹小慧 是一名志愿者 四年前我瞒着自己的父母 来到了陕西支郊 到了这里之后 我觉得自己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地方 我希望有机会的话 我能在这里待上一辈子 两年前徐晶也来到了这个学校 进行支教 一开始没有觉得他怎么样 相处当中发现他是一个很踏实 人也很善良 慢慢的喜欢上了他 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原来他准备是支教一年的 然后在我的吉利要求下 然后呢他答应 等我带完这一届再离开 现在第二年支教也快结束了 我爸妈说 希望我们这学期结束之后 能赶紧回去 他挺纠结挺毛病的 要么就是孩子 要么就是他 我很苦恼 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他会说其实你们俩是分过手的 对 去年暑假 我当时我说 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吧 我说 挺坚决的说 我要再带完这一届六年级 最后一届他的学生 我说那行 我走了 就这么着吧 纠结了两个月 最终 你都以为 去年上班学期他来不了了 结果他还是来了 那好了 一年期也到了 你的学生也该毕业了 他又纠结了呗 又舍不得了 在山区里面确实缺钱缺物 但是我觉得那根本不是什么最关键的 而是家长 学生 头脑里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们辍学那么严重 简单的是一个钱的问题嘛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生活在阳光下 在那片大山里 有一群儿童叫做留守儿童 他们更应该得到的关爱 邹小慧 一个貌不惊人的湖南小伙 恰恰就为这群孩子付出了很多 他到偏远的山区支角 而且一待就是四年 他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那片大山 和那群孩子 小慧私下告诉我们的编导 如果不是爱人取经的到来 他也许一辈子都会留在 他想用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去改变那里的一些现状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大山 改变他们的宿命 我们也为山里孩子 艰苦的生活环境感受 更为邹小慧这种无私的奉献 而发自身形的感 就在节目现场 两个人的爱情 却因为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产生了 所谓的缘分 是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碰上正确的人 用正确的行为 做出正确的选择 来成就正确的婚姻 在那样穷相批养的环境当中 你们在相爱的时候 都非常的幸福 为什么 因为你们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就不会有痛苦 而现在你们有选择 痛苦便随时而来 所以说我很欣赏 周小慧的人格魅力 但是我很残酷的 认为你们俩之间 不适合做复习 你是会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男老师 但是一定不是一个 优秀的好长 坦实的来说 我不是不想祝福你们俩 或者是要拆散你们俩 我没那么坏 像你这么好的男人 应该需要有一个 能够理解与共识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 能够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想祝福而不能 现实毕竟是现实 我是这样想的 他们执教是义务执教 你想都这么大年龄了 那么也该有个稳定的工作了 那么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后 才能谈婚乱嫁 你不可能在那执教一辈子 永远在那个地方 那么到猪圈里边上厕所 被吓得掉圈里去了 哎呀我听了确实很心痛 我是这样想的 现一份爱心是可以的 那么但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扎根一辈子不行 我也感谢周老师 这两年给我女儿的照顾 真是谢谢你 这句话太吓人了 听到未来丈母娘这一句话 大家注意到没有 邹小慧突然愣了一下 眼睛迷茫 确实 既然丈母娘不看好 既然现实又那么残酷 既然感谢的话已经说出口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段现实版的山楂树之恋 还能继续吗 怎么了 同学们想让你来说什么 你能告诉叔叔吗 不让他们走 啊 不让他们走 不让他们走啊 嗯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是吧 你已经哭得更厉害了 你们都特别喜欢徐老师是吧 徐老师怎么好啊 跟叔叔说 大家那么喜欢 挺关心的 哦 还有呢 对我们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你是从几年级开始 周老师带你的 三年级 三年级 两年了 那喜欢读书吗 喜欢 读书以后要做什么呀 一位老师 一位老师 当老师啊 对 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谁对他好 他们就喜欢谁 小慧琴 他的出现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潸然泪下 山里孩子 他们的淳朴 和对老师真挚的情感 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人的眼神 见到孩子 邹小慧这个为了支教理想 可以放弃爱情的坚毅男人 他的眼中 他的眼中也含着泪血 不知道这两个人心中的矛盾 包括家长的反对 会不会因为这个小朋友的出现 而渐渐地融化 我们下一个人的眼神 和你一位老师 我们下一个人的眼神 和你一位老师 不过你 或是你一位老师 乖坐好 走吧 带着你的新娘走吧 谢谢 别哭了 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了刚才那一幕 大家注意到没 当转门打开 徐晶依然没走的时候 邹小慧挠了挠挠 从微表情来说 这是一种诧异 这是一种不敢相信的表现 他居然走出来了 他没有不要 邹小慧答应 带完六年级就和徐晶两个人一起离开 用另外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孩子 现在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所有人依然牵挂着大山里的孩子 邹小慧和徐晶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他们结婚了吗 他们幸福吗 这里是安康市瓦庙镇新光村 我们节目的主人公 曾经在这里指教 虽然 现在支教结束了 但是 离别时孩子们的泪水 却让他们 还是舍不得离开 这个他们为之 呼出三年多的地方 经过两人的商量 他们选择留在 离以前支教学校不转的小城市 开设全日制补习班 一来 能帮助这些留守儿童 而是能有一别收入维持生机 真的是很不容易 为这些孩子 自己吃吃不好 穿穿不好的 两个人租这么大一套房子 供养这五个孩子 我觉得挺难的 我觉得在那边挺冷的 冬小冬卖的 东品西凑的 凑孩子的早点钱 看他的裤子 三十块钱包油 他说他舍不得买 最近有一段时间 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特想离婚 从中文的朋友口中 我们觉察到 他们现在过得并不好 当时留在安康 是因为 租小慧舍不得这个地方 租这个房子 他倒没跟我商量 他的想法是 希望可以接更多的 这种留守儿童 如果跟他说 估计不会租下来 房子大 房租也高 一个人你有多大能力 你就做多大的事情 仿素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呢 不管他怎么反对 我还是会坚持下去 半途而废 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 宋小慧眼神坚定 一看就是个非常执着的男人 他和妻子离开了新光小学 但是两个人并没有离开支教事业 他们现在还在用自己的力量 来帮助那些留守儿童 帮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有一句老话说的好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他们的支教事业在坚持着 那么他们之间的感情 是否依然幸福 而没有矛盾 下了节目后 两人领取了结婚证 开始了他们甜蜜幸福的婚后生活 而照顾这五个孩子 成了他们的工作 同时也是一份责任 为了能帮助更多的留守儿童 能更好地照顾他们 宋小慧在没有和徐晶商量的情况下 就租下了这个两层小楼 为此徐晶一直耿耿于怀 因为每年的房租就要两万多 所以两人基本属于入不服出的状态 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徐晶还要给自己的家里打电话要钱 喂妈妈 你在干嘛呢 一个人上班呀 那我跟你说点事呗 借我点钱不啊 困难的时候就找家里支援点呗 你说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总这样去找老人家张口 我就是这个脸都没地儿割了 跟宋小慧也聊过这种事情 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入不服出 家里也跟我们操心 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下方式 或者是换一个思路来解决这个事情 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是我在听邹小慧的 我希望这一次他能听我的 就这一次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觉得太对不起家里人了 现在徐晶和宋小慧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 还是他们的家长 为了不让孩子的家长失望 两人付出了所有的精力 今天是周末 所以孩子们休息 一大早 邹小慧就出门给孩子们买草铁 豆椒有现场的吧 豆椒有现场的吧 豆椒有现场的 饭后 孩子们就开始做 就在两个人辅导下 这几个孩子的成绩 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上学期我考了前十几年 这次考到了前五年了 上学期考了四十几年 这学期考了三十几年 上学期的成绩 当我们问及给孩子们做什么菜的时候 邹小慧沉默了 原来由于孩子们的家长不能及时教育学习生活的费用 原本七百元的费用已经被缩减到了五百 孩子们每天的货食大都是白菜土豆 但是即使这样 为了孩子们的营养 邹小慧也坚持让孩子们每周有肉吃 虽然在这里 他们没有风雨的物质生活 但是每天和这群孩子们在一起 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邹小慧告诉我们 因为孩子们的家里条件都不富裕 过生日对于他们来说 都成为了一种奢望 看到周老师捧着蛋糕回来 孩子们都非常高兴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就在他们开心之时 徐京接的一个电话 却破坏了这幻灵的气氛 邹小慧开始责备徐京 不应该破坏这种好的气氛 什么高兴的事 一说他你就这个样子 那他办法我来的怎么办 你又说我妈 我去让你怎么办 每次我教他 你就在那插我插我插我 你看下面他说啥 那行你就管 别找我了 晚上的事你去说了是吧 你家孩子我来说就行 不用你说 把电话给我 你干嘛呀 你连接话你就让人打过去 总不拍总不拍 每次说到这种事 是不拍就拍了 不说了不说了 是不是快两年了 一直这么慢慢来 跟你房子谈 你谈到哪去了 你要是不把房子的事 还有不早班的事解决了 赶别我就回心脏 你自己爱不弄不弄 不弄我的事 邹小慧和徐晶 所做的不只是支教那么简单 他们真是又当爹又当妈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两个人因为孩子的学习 产生了矛盾 那种矛盾也不是第一次出现 他们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他们怎么样面对这五个孩子 真正把他们培养同才 他们沿着这条路 也只走不下去吗 这条路 他们能走多远 小慧回到房间 知道徐晶的气没消 所以他淘了杯水滴徐晶 但是徐晶似乎并不灵气 今天是周一 一大早把家里的孩子送去上学之后 两个人就开始整理今天 要给孩子们送去的东西 因为昨天小两口吵架 所以今天邹小慧 很主动的帮徐晶搬箱子 但是徐晶却并不领会 回学校的路上 徐晶一直都没有领会祖小慧 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 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徐晶却突然提出要下车 这是我们的心中不明的心理 难道今天的星空之行 就要这样的结束了吗 徐晶为何突然下车 停下车 停下车 两人的星空之行 还以保继续 徐晶的泪水 为何一次次从眼中滑落 是什么 让两个孩子久久不愿离去 两个人的矛盾 该如何化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徐晶半途要下车呢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那段谈话 两个人还是不欢而散 我手里有一个账本 这上面忠实地记录着 两年以来 他们两个对孩子们输出 他们两个结婚时 仅有的一点积蓄 包括父母给的一些钱 全筹在了你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徐晶突然下车 也许 他再也没法忍受这样的事 也许 就此两个人的矛盾 就不可能 下车后 我们见到了一个小女孩 停下车 停下车 这个孩子不是别人 就是他们节目上的 那个孩子 贺慧琴 见到两位老师 慧琴的眼泪 不自觉地就流露下来 而徐晶 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今 慧琴已经深入了初衷 听到学术 两位老师就跑了来 她从学校偷偷地跑了出来 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 来这里等他们 我爸就跑过来 我就走了 我们很长时间的 见到一小孩 小慧琴 为了能和老师多待一会儿 久久不肯离去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送孩子回学校 慧琴虽然还外不和两位老师 不说话 但却站在县里口 久久不肯离去 听话 也许在慧琴的心里 曾小慧和徐晶 早已不再是他们的老师 而是他生命中 继续都珍惜了 每次一走就累汪汪的 弄得我都不敢看他 看了呢 我一掉两个泪 回去回去 不回去 吃饭 别哭了 走吧 吃饭 吃饭 经过一路的颠簸后 一所学校出现在我们眼前 车子停稳后 还没等我们走过那条铁索的桥 孩子们就激动地停不过来 徐晶和冬小慧把带来的东西发给孩子们 节目组也为孩子们送来了一点心意 那些学习用品仿佛在折射着孩子的眼中 对知识的刻画 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 看似普通的文具 在他们眼里 却是正般的珍贵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小两口带着我们 来到了他们每次回来 都要看望的孩子家 这两个孩子很小就失去了母亲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眼前的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 则承担起了照顾妹妹的重担 或许是担子太重 哥哥看起来和小他三岁的妹妹一样高 然而生活的压力 却让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男孩 显得格外的成熟和坚毅 今天的午饭和平时一样 还是清水煮面 我们发现妹妹的碗里装得满满的 哥哥的碗里却寥寥无几 好吃吗 好吃 为什么你这么少 给妹妹盛那么多啊 嗯 我大少了 想爸爸吗 想爸爸时候怎么办 那我把爸爸买了 我买了东西 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我走 每天睡觉的时候 我帮我买的东西 帮我去旁边 看到这里 徐晶的泪水 忍不住地往下溜 天真的妹妹 却一直在旁边笑着 没事没事 或许是因为哥哥的溺爱 妹妹把剩下的面条递给哥哥 哥哥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到这一路 我们的泪水再也不能自已 又一次从眼连绝地 因为哥哥对妹妹的爱 更因为哥哥的懂事 但这样的爱和懂事 却一次次地刺痛到了 我们内心最柔弱的地方 邹小慧两口子 只要回来 就会看这两个孩子 给孩子送一些生活必需品 将东西交到孩子们的手上之后 邹小慧又塞给孩子一百人钱 孩子说什么 在两人的劝说下 还是接受了小两口的心意 孩子把家里过年 才舍得吃的腊肉送给老师 邹小慧拒绝了 但是他却拒绝不了孩子们 对他浓浓的爱 更何时不断 他一直变大山神神地起 大孩子带着小孩子 这么过日子 爸爸妈妈又不在家 老大太懂事了 看着心里了 受苦 每次来看这些孩子 自己做饭 搬铲啥的 受不了 然后觉得自己挺没有本事的 有本事的话 把这些人都接上去 一块住 我在这里待了有四年 然后这些学生 或者说他们的家庭 其实算是我生活的绝大部分 如果我那儿能容纳更多的 这样这样的留守儿童的话 那么 这是必要的 也是必须的 小的是退掉 就算是孩子不走的话 退掉的话 跟着我们一起辛苦点 出个小房子 尽可能的让你们都在身边 我觉得房子不能小 小了的话 这个事情也做不好 那么我觉得困难只是暂时的 他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他就自己想办法吧 我是真的是累了 也确实是感觉够了 真是够了 两个孩子 执意要送我们下山 我们发现 从见到孩子的一刻起 妹妹的手 一直都没有和徐晶的手分开 车子发动 我们即将踏上归城 却看到孩子们眼中的不舍 他们一直不肯离去 跟着我们的车奔跑 最终还是冯小慧 把两个孩子劝回了家 山里的孩子虽然贫穷 但是他们知道感恩 知道永泉相报 知道珍惜一切来之不易的生活 这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 淳朴与真挚 一路上 我们都被这一份诗生情 深深地感动着 或许是回到这里 勾起了他们的支教会 或许是他们不舍 或许是小两口的矛盾 还没有彻底解决 一路上 邹小慧试图和徐晶说话 但是徐晶却依旧冷漠相对 您的身边有没有十二岁的孩子 他在哪读书 他每天吃什么 穿什么 他快乐吗 十二岁的小男孩要照顾他的妹妹 面对这样的状况 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邹小慧 不愿意走 一直留在那 除了孩子以外 我们看到 在回来的车上 两个人访处还在执行 我要告诉大家 徐晶生活条件很好 他家中的条件 非常的优越 我们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道路上 在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中之后 是否依然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等待着 今天 我们再次把邹小慧和徐晶 请到这里 有请他们上场 帮他们保卫爱情 有请两位 小慧好 你好 李冬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坐 好 这劲儿熟悉吧 熟悉 两年了 两位过得幸福吗 不太幸福 我觉得这个生活 如果这样过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俩得上街要饭去 接不开锅 熟悉的时候 家里没有米了 五个孩子两个大人 家里十几块钱 去借钱买米吃饭 借钱买米 对 你能想象那什么日子吗 我住院的时候 住院费拿不起 蹲医院门口 给我老妈打电话 我说 妈妈 我们现在钱都在生意上拿不出来 我要做手术 你能不能给支援点呀 我说脸当是肿得跟猪头似的了 下午把钱打过来 这才住上院 才治的病 这种日子 我不是说做小慧这个人不好 可是两口子过日子 过到这种程度 是我不能接受的 小慧 你让你老婆受这么大为人 让老婆饿肚子 我很亏欠 他心里不平衡 我也觉得很正常 但是对于这几个孩子 不完全说是我 我不舍得 其实他自己也是一样 我觉得他应该也跟我一样 是特别纠结 所以小慧你觉得能留住他的 留住你老婆的 是你对他的关心 对他的爱 还是他对你的爱 还是你们俩对于孩子的爱 我觉得应该都有吧 不能说是简单的 当然可能他对于我的爱 可能更多一些 是这样吗 差不多吧 然后 毕竟一看你就是个心知口快的人 但是我估计今天坐在这 你泪流满面 一定平时这两年过来 纠结无比 对 你怎么发现 怎么排解 吵他 小吵天天有 大吵就是369那种 想到过 想到过 最坏的结果 想到过 离婚 他自己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他带着孩子去喝西北风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回家 我说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不是吓不吓不 你就得了 我真就走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别在 每次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不接察 不说话 像现在这样沉默 一个字都没有 任我在那边 就狂风暴雨一顿 他就这种表情 你提过几次 不止一次吧 不止一次呀 那怎么不走呢 你说我走了 他一个人 那孩子咋办呀 所以你的提离婚不是真心 我知道 他这等于是 他想逼他 看他能不能 他想 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 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怎么能够做到两全 我觉得时间应该能够改变 能改变这些现状 小慧你说来说去就两字 时间 就四个字 以后会好的 这是五个字 对 他就一直这样 但是我刚才 我刚才一直想说 其实他 并不是说真的 我觉得他对孩子的感情 也是真实的 我觉得 你觉得你是不是在拿孩子 来绑架他 和拴住他呢 应该没有 我觉得差不多 你可以问问他自己 对于孩子来讲 你难道就 真的心里 没有什么感觉 现在孩子 怎么可能没感觉 孩子太懂事了 我们当时条件不好 他带孩子去超市买菜 然后呢 还在吃西红柿炒鸡蛋 然后呢 就在超市一看 价格贵 他为了省钱 他跟邹小慧说 老师 我不爱吃西红柿了 你别买了 你想要孩子 懂事到这种程度 知道替我们省钱 家里有电视 然后呢 平时周末了 我说你们看会电视嘛 然后其他姐跟孩子说 不看 说为什么 说看电视浪费电 你要省电费 所以不看电视 我就觉得 孩子跟我们受了委屈了 也受了苦了 我们自己真的 没有那个能力 刚才说看病 没钱 最后钱从哪来 跟家里借的嘛 我觉得我亏价 我家里人太多了 我二十多岁了 我不用说 给父母孝顺点什么 我从来没孝顺过他们 这么大了 还跟他们要钱 每次张口我都揪心呀 我觉得 我这混子是啥呀 老跟家里要 老让家里担心 每次要都能要来啊 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 家长也担心 在外边受了委屈 他有什么办法 他不给怎么办 今天 徐京的妈妈来我们现场 这个女儿一打电话 这边就给钱的妈妈 她会怎么看待自己女儿的生活 我们又请徐妈妈登场 阿姨你好 阿姨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来 谢谢 我不知道我女儿在这里过着这儿而已 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 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都是报喜不报忆 这个女儿是我的生命 女婿呢 我也很亲 周晓辉 我也想要叫我女儿 有个完美的婚姻 但是也不想要叫她们 这么太吃苦了 就一个孩子 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 怎么让带别人的孩子 所以还是回家吧 这次一定该往回家吧 别再拖了 您是想带一个走呢 还是俩都带走呢 俩都带走吧 那还好 我想要我女儿 有一个完美的婚姻 你愿意吗 再缓缓 缓缓 如果说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是没有其他余地了 我觉得是应该要 现在不愿意回去 对吧 不愿意就这样 还有点早 你愿意吗 你老公不走 你怎么办 家里还有五个孩子 他们的父母在外边很辛苦 那你说你要不照顾了 你把孩子都接上来了 我们卷不开卷回家了 那五个孩子咋办呀 你又没折了 活不要自己 那你答应人家 把人接上来 你能不要人家 哎呀我看您是 既劝不动女儿 女儿你也根本拿她没折 是不是 你只有给钱的份 是 这也偷心 哎呀那说 说大实话 有没有想过说 这样的女婿不要就算了 这张想法小慧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就想过 叫许姜离开你 您为什么那么支持她呀 她都这样 我喜欢她们跟我回去 回青岛 就您现在目标很明确 今天来 要不然跟你走 要不就不管了 那是个无底灯啊 没有头 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我做这个事情就没觉得 我没觉得我是说我从始至终 我说我不为自己考虑 不为这个家庭考虑 我一直认为能不能把这个两个事情综合起来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好一点的生活 也能帮到学生 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呢 家长 就是说现在 有的确实是给不了这个钱 或者说 给不够 然后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生活费有 就是说 一直在往里垫付 对 就是说一直得自己垫付 说句实话 我不是那种家底很厚的 这不是根本原因 你也信大实话 大实话是那样的家庭就给不到 能够让你们正常运转的足够的金钱 你的心也没有硬到说 你不给钱 我这个孩子就不要的程度 对 他没有 你只能一让再让 一降再降 最后这钱拿不到 你这边受着穷 孩子你管了 自己生活完蛋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 是 那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你想过怎么办 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意义 想 我的意义很简单 第一 两位跟着妈妈回心的 把自己的生活先过好了 再去帮助其他人 不然自己落水了 还想去救别人 不可能 那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还是走了 舍不得走是吧 对不对 你舍得走吗 他应该 没关系 舍不得 舍不得安康这个地方 有感情了 对吗 不走又不走的办法 他们两个 大家知道吗 是非常好的老师 他们有很厚的获奖证书 他们很能去帮别人教孩子 你们既然有这个能力 又愿意当老师 就在安康这个地方 好好办你们的培训学校 把你们的学校办好 这个学校不只是为留守儿童开的 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培训学校 把它做好做大 有经济实力了 同时免费资助那些需要资助的人 一分钱不收 不用他们交学费 也不用面临交不起学费这个困境了 别人觉得怎么样 第二个我能接受 你能接受不管用 你们俩人能接受 我看出来了 你虽然凶 但是你根本就做不了你丈夫的主 做不了 我就是过嘴瘾 但主意还是人家拿 您这个女学是个好女学 心软心善 绝对力不足 对 您觉得我告诉她的建议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您给一个期限 人的青春是有限的 小慧你自己说你多长时间 一年时间 一年时间 如果说还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自己自觉的带着学生 回家吧 对 搞好经营 扩大慈善的办法 听我的啊 听见没 嗯 我说的 都听着呢 行吗 阿姨 好 那就必须会一年时间 说话也算话 好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当然我觉得除了你们俩之外 除了我们现场的这么多观众之外 电视机前的朋友 心里一定 两个好孩子 一个好家族 他们为了留守而同 付出了这么 甚至到了日子无以为继的人 这不是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太多的留守而同的问题 需要每个人的机会 你们所做的已经不容易了 你们所对留守而同做出的这一切 值得我代表我们的栏目 和我们的观众给你们拘益 不要这么说 辛苦 我没做好 没做好 阿姨 这回心里踏实多了 小慧已经说了 就给你一年的时间 能做到 多好的丈母娘 我老妈最好 多好的老妈 多好的 你 一定算了 她算话我就把她 盯回去的 不客气 谢谢你们来我们节目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小慧和徐晶 一对有担当的年轻人 为了留守而同付出了那么多 他们自己生活的却 每光愈下 今天很高兴 我相信在将来的一年里 他们会找到办法 解决自己的困境 以帮助更多能帮助的人 人活在世上 最大的负数是什么 不是金钱 是对爱和信念的坚持 这一对年轻人 有信念 也有爱 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四个人 精神无力 希望所有信念的人 都能够更幸福 我们替你们保卫爱情 谢谢收看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